好 接下來老師要介紹電暖器的故障檢修方式 那介紹的元件有兩個 第一個是我們開關的量測 第二個是我們青島開關的量測 怎麼判斷它是好的還是壞的 那收割老師是黃俊成老師 好 那電熱管有一支會加熱有一支不會熱 那我們前面呢我們有教過大家怎麼判斷電熱管是好的還是壞的 那如果我們在做檢修的時候呢 我們發現到電熱管兩支都是好的 它的電熱管並沒有燒斷 那還會是什麼問題呢 那我們接下來我們來看 它有可能是我們的開關 我們的開關它壞掉了 那所以呢我們先將電錶的檔位呢先置於乘以檔 那我們去量測它的開關的兩個金屬接點 如果量測到電阻無限大 表示我開關是壞的 那量測到我的電阻呢是0Ω 那表示我的開關是好的 好 那我們先走先先來看 我們的開關呢 這裡呢會有一個共接點的金屬片 它會拉一條黑色的線出來 那我們再看一下 我們再看一下 那我們這個開關呢 它上面呢我們的電線呢都是用 錫焊的方式把它焊上去 那也有可能造成導線脫落 也有可能造成導線多落 但是我外殼一拆開 如果是導線脫落 我馬上就知道問題了 好 那我們如果看到它的線 如果是接好的 那我們再拿商用電錶去量測 第一個我們要先 我的指針先碰觸這兩個點 碰觸這兩個點 然後再去拨開關 看它是否有電阻 如果電阻是0Ω 表示它是好的 那電阻是無限大 表示它壞掉了 好 那我們再看另外一個接點 也是一樣 它是量測這兩個接點 一樣量測這兩個接點 然後判斷它開關的接點 是否有問題 好 接下來呢我們再來看 電熱管完全不會動作 那電源線斷線的機率很高 為什麼 因為我們收電鍵的習慣呢 都習慣去拉扯 都習慣去拉扯它 所以呢這個時候去拉扯 我們很有可能都會把我們的電源線 拉斷掉 那至於怎麼量測電源線呢 我們在前面的章節已經有交過了 所以這裡呢 我們就不再做敘述了 好 再來呢 傾倒開關它的接點接觸不良 傾倒開關它的接點接觸不良 因為你常常讓它倒掉 然後又把它浮起來 又讓它倒掉又浮起來 所以有可能造成我的金屬接點呢 它會有積碳的現象 好 再來呢 如果同時兩根電熱管燒掉 這個機率是非常低的 要嘛就是一支先招 另外一支還是好的 同時兩根燒掉 這個機率真的非常的低 好 那同時兩個開關壞掉 同時兩個開關壞掉 這個機率也很低 所以呢 如果我的電熱管完全不會動作的時候呢 我們最先要找的是什麼呢 我們去量測 我們的電源線是不是好的 那如果電源線是好的呢 我們再去找那個傾倒開關 看它的接點有沒有導通 那再來 如果這個都沒問題 那有可能真的運氣就很不好 那可能就是兩根電熱管同時壞掉 或是兩個開關同時都接觸不良 好 接下來呢 我們要介紹傾倒開關的量測 傾倒開關的量測 那首先呢 我們電錶也是一樣 先置於乘1的檔位 置於乘1的檔位 那量測兩個金屬接點 如果電阻無限大呢 表示這個接點壞掉了 或者是它接觸不良 那你再把它表面做清潔的動作 好 那如果量測電阻是0Ω的話 表示這個接點還是好的 那量測的接點是哪兩點呢 我們來看圖 一個接點是在後面的電線 那另外一個接點呢在前面的電線 那我們這樣去量測 看它有無電阻值 電阻值如果是無限大就是壞的 那電阻值是0Ω就是好的 接下來呢幫各位同學做一下總結 那我們前面介紹了開關的量測 如果開關是好的呢 我們測到的電阻呢會是0Ω 那如果開關是壞的呢 我們測到電阻會是無限大 那傾倒開關的量測呢 也是一樣的原理 那我們每次呢做完量測 故障檢修完之後呢 那剛剛前面的影片呢 我們有介紹怎麼樣去做靜態測試 然後再來送電這樣子 請訂閱 會期待 請� 喵 請 請